就是用lookup函数去查资料 一个是下拉清单 下拉清单是资料验证 里面的动作 资料验证部分的话 我们这边是选范围 不过我的习惯是把它变成名称 所以变名称的话 你可以把编号到下面东西 选起来公式里面从选举范围建立顶端列 意思就是把这个当它的名称 下面就是来源 可以按确定 那再来下拉清单呢 其实就是跟刚刚一样的做法 就是资料验证 但是呢 这边 你就直接按F3 把它改成什么 编号 这样子它就带过来 这个好处 就是如果你的资料是跨工作表的 其实用名称我觉得会比较恰当 因为像我们现在是刚好在旁边 你找得到 可是以后如果你不在同个工作表 你会 很早半天会找不到 所以有时候反而我是建议 请你用名称来代替 最后结果当然也会是一样的 好那 再来用VILO函数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做法上 VILO函数大家应该会比较熟一点 简视比相当最下面一个 就是VILO函数 但是它相对的 刚刚只有三个问题 现在有四个问题 第1个找什么 找这个 去哪边找 去这个对照表里面找 Table array就是这个表 不包含栏位名称 不过有些书上是 把栏位名称选了 其实也不会 也没关系 但是就是多选了 我觉得因为我们要查的是下面东西 不是栏位名称 所以选 这个范围 那第3个问题 他会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colum colum 哪一栏的意思 colum in the number 就是 那请问一下你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呢 这个是第1栏 第2第3第4第5 那请问一下呢 如果我找一定是找第1栏 就是001去找第1栏 找到之后呢 要帮你把第几栏的资料带回来啊 那我要第2栏 姓名 所以输入2 那第3第4个问题 那请问一下 我找的时候如果 找不到001的话 那要怎么办 如果你输入0的话 那找不到就是 NASAvailable 就是仅NA 那如果说你输入1的话 他如果找不到001 他就会去找别的 OK 找接近的 OK 那 当然我们这边先试0好了 0 其实或者是说有人习惯 输入False 其实0在 Essale VBA都是False 或者你输入1的话是True 不过 以我的习惯 当然输入0会比较简便 但也有人输入False 不过我会觉得打5个字跟打1个字 打1个字比较快 OK 那是纯粹偷懒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底下 这几个储存格如果你要做 刚刚是什么 复制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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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不过呢你会发现 其实这边有个规律性 什么规律性呢 这边呢 它是第2栏 下一个应该是第3 第4第5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可以向下填满 这个数字会变的话 那我就可以 怎么样呢 自动去带出其他栏 那问题是 我怎么可以 产生底下 这边 应该可以看懂 这个2 这个3 这个4 这个5 也就是 这个地方 只要改成3 它就变总销量 改成4就明4 改成5就业有水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做完 其实呢 顺便呢 我们可以再学一个函数 插入函数的时候 一样减4与参照 你可以找到一个叫弱函数 这个函数也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按确定 你可以看一下 它会告诉你现在在哪一列 现在第4列 向下填满的话 4567 那如果我要的数字刚好是什么 2345的话 那我就减掉2吗 减掉2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2345 看得懂吧 所以呢 一般呢 如果像 比如说你要把多栏的资料 快速的全部填在某个范围的话 其实有个做法 什么做法呢 把这个V团数怎么样 这个 有没有 可以把它用Row来代替 用Row去帮你变出 2345 这样就向下填满就OK 但是你要向下填满嘛 所以 H3的这个 3要锁起来 那这个 Table的话 也要把列给锁起来 不然的话向下填满 它就会跑掉了 这边的话用什么 Row 小刮糊 Row小刮糊就是抓到你现在 在哪一列 它只会管列不管蓝 如果另外 相反的 你用那个Column的话 只会管蓝不管列 所以我们先用 Column 减掉2 那这个时候它返还是2 OK 按确定 向下填满 放开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他就会帮你把吴博威 的其他资料 横向的 快速的帮你带到这边来 为什么 它是2345 自动带其他的蓝 所以V路函数如果搭配什么 搭配那个Row函数 可以有另外一种功效 什么功效呢 就是自动让它去抓下一栏 的资料过来 OK 所以请各位 试试看 这边的话 就是用V路函数 配合Row函数 OK 纵向的话是Row 横向的话是Column 这个也许 这个地方试一下 那再来就是也许 index 我index 刚刚也在 产生一个 不过 这个index如果你假设不熟 你可以先玩玩看 index index的话 它会 跳出三个问题 其实道理很简单 array 就是范围 Row的话 意思是哪一列 哪一列的话呢 其实基本上 指的就是 假设我们是第1个 所以你其实 如果先手动 填 第1列 第几栏呢 第2栏 有没有 我要的编号刚好在第1列 那哪一栏呢 第2栏 所以他有点像 跟他讲 这个范围里面的 哪一列 哪一栏 第1列 第2栏 这个资料 就抓过来 特别说 index是这样的原理原则 所以我可以按确定 但是问题现在没办法联动 为什么 因为我这边是手动输入的 列的部分 这个 所以其实我后来发现有一个 因为上面的编号 你看到 跟列刚好是联动的 所以其实这一题 你只要把什么 Rule number 把它改成 H3 其实这样的话按确定 他基本上就OK了 比如我现在联动 有没有 他第3 武丹雅 第4 张宏才 OK 所以这边的话 index的话 只要呢 把范围先告诉他 这个范围的哪一列 哪一栏 如果你将来要能够往下填满 自动产生的话 当然这个可以锁起来 那这个 栏的部分 其实也可以跟刚刚一样 Rule 小瓜糊 剪掉 2也可以 那你要把它向下填满 index部分 其实也是可以把它做出来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是 V轮函数 跟index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